为了唤起民众重视水土保持 水宝局花莲分局特别举办了水宝同乐会的宣导活动 借由闯关游戏和影片欣赏 让大家了解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在游戏中也教导民众正确的保育观念知识 唯有国土安全才可以降低天然灾害的威胁 5月份除了有温馨的母亲节 还是水土保持月 水宝局花莲分局今年是以回南水宝同乐会 爱水宝金无影为主题 在花莲文创园区举行的宣导活动 我们今天大概会有我们水宝闯关的游戏 这个就是像让大家还有小朋友来闯关 顺便也了解什么是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还有它一些防灾的一些观念 另外晚上我们还有一个星空电影院 我们播放的是一个皮克斯的动画电影 还有我们水宝局的微电影 主要是介绍我们水宝局防灾专员的 那个付出 为我们这边土地大地的付出 还有那个皮克斯的动画呢 那我们就是希望让大家来了解 我们这个环境需要我们的爱护 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越来跟民众 越来越亲近越接近 那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我们自然生态的保育 在兼顾我们的安全之余呢 我们要兼顾我们这个其他的生物的生存 所以跟这些生物多样性的关系也很密切 所以我们希望人可以跟这片土地和谐的共处 让民众一起来参与 水宝同乐会设置的许多关卡 让大家透过游戏来挑战水宝知识 同时也有社区特色摊位展示在地精彩的商品 到了晚上还有星空电影院播放两支水宝微电影 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在星空下享受电影带来的欢乐 也期盼透过影片内容要传达的环境教育理念 让大家一起懂得爱护山水保护地球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